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今天呢我们就聊一个难受的话题就是印尼排华 其实上一期我看过就是之前学底啊 他在这边也讲过这些事 你知道其实在我心目中啊 我们算一下除了印尼之外 越南 俄罗斯 蒙古 还有马来西亚 很多地方都发生过排华事情 还记着当初曾经的那个海深湾吗 那个地方全部都没了 包括就之前发生在外蒙古 那个时候因为某些原因吧 我忘记是什么事件了 反正也是各种各种攻击袭击 所以觉得哎华人真的挺不容易的 老百姓你说他能掌握什么 他能做什么什么也做不了 但是老百姓就只是为了一口生活 有可能今天你过得比较富 他过得比较穷 有可能他过得比较富 你过得比较穷 但是呢这个就会变成一种一些人的一些别无目的 一些东西吧 就导致一些无辜的人受到很多伤害 据我了解呢 就是从一九六几年印尼就发生过一次 然后之前在荷兰执政的时候就发生过一次 那会儿叫焦土政策吧 之后最近的就是二十世纪 就是一九九几年的时候发生过这些事 其实当时发生那些事 不管是中国大陆了还是台湾了 还是香港了 还是海外一些地方了 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作为 有些地方真的没做任何事 这是导致那些华人我觉得 他们也挺惨的吧 就是发生这个事之后 也没人管他们 也挺无辜的 刚才去历车里边逛了逛 本来想一边逛跟你们聊 他里边放声音太大的歌曲 所以到这我就没办法跟你们再讲 中国茶 我又是要那个绿茶 无糖的 其实刚才就通过聊这边那个排华事件 然后我想起了一个事 大家有没有还记得 也是九几年的八几年 那个时候 在美国就发生了 有黑人主导的在那个袭击 那个韩国人 没有想到韩国人拿了很多枪 然后他们在集体反抗 然后当初美国政府也出动了军队了 但是这个事之后呢 就导致很多美国黑人了那些 抢劫了比较害怕韩国人了 所以 所以我就觉得 当初为什么很多华人受到伤害 我觉得就是一方面呢 我们不是很团结 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呢 说实话就是不管中国大陆了 还是台湾了 要不就是太小 要不就是另一个地方 那个时候还比较调 所以大家从心底就瞧不起你 包括那个从 抗日之前的时候 你说 那个时候 华人的地位 在整个世界就是属于那种 脏乱差的那种 所以人家 就任人宰割 而且我始终认为呢 人民都是无辜的 你说哪个时期都会发生很多 就是有一些 所谓的经济阶级主导的一些 比较残忍的事情 比如说 缅甸 我忘了哪个国家了 不是缅甸 是哪儿想不起来 就是红色高面时期 太伤害了很多 不孤的老百姓 我觉得印尼这边 华人也是 就是说 就跟之前的那个海参丸一样 我觉得 主要有一些人的怂恿 然后下边一些人 就让我们自相踩踏去 所以才导致这些事情 但是我这次我来印尼 嗯 我的最大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 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了 但是我刚到棉栏 包括到雅加达 我遇到的一些印尼人 都是特别好 他不会说从心里 或者从外表看不起我 也不会说 对我有任何的攻击 这里的唐人街 更有点像 像春节的批发市场 或年货市场 这个时候还有各种卖对联 卖春节的 并且到现在呢 现在来印尼旅游 除了知名的各大景区 还有公共场所之外 有中文汉字 然后当地的华人其实熟不得韩字党 他没有专门的学校 也没有专门一些课堂 而且华人在这边地位 还是跟印尼人就不属于一个平等行业 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觉得一件事 我不知道我说这句话 有没有跑题啊 一旦发生种族的一些东西 跟经济有很大关系 老百姓有钱了 他就不会琢磨这些事 老百姓一旦没钱了 比如发生经济危机了 或者说这个国家就很穷 就很容易变成种族之间的 一些大的一些屠杀 一些一些袭击 其实我们仔细看前几次 印尼的排华事情 我觉得最根本原因啊 还是老百姓没钱了 然后这个华人呢 就有点像犹太人 他会做生意 脑门比较灵魂 然后这个印尼人呢 就是大家比较喜欢自然 没有那么 就是说只要够吃就行 他没有想拼成什么样子 就是我个人理解了 如果是我说错 你帮我指点啊 所以双方彼此的经济差异 就会很大 很大情况下呢 就会被一些人会去利用 他们稍微煽动一点 因为我们底层的老百姓 懂什么呀 不管清朝了 明朝了 很多时候大家都有 就是因为穷 说句实话就是穷 只能让底层的这些人 互相去干嘛去 你要是真问 当时候一九几年 这印尼人还多恨华人吗 其实内心太不错了 为什么 我是这样认为的 我觉得还是被人利用 现在呢 我觉得已经是21世纪了 然后大家的经济发展的 最起码比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也好了很多 人们的思想意识了 不管是年轻的 00后90后了 大家都在崛起 所以就 我觉得现在 但你如果说再想发生那种 可怕的事件 我觉得很少见了 一直到现在 其实一级排华的 曾经的很多照片的故事 我不敢去看 就是尤其是照片 你包括我曾经去南京 去过好几次南京大屠杀 纪念馆里边那些照片 我都不敢看 我觉得我也做不了什么 我也不想 我比较导小 我怕看到之后 我心里会难受 你记得有一次 我去那个 那个吉隆坡 那个 那个四场街 有一个图书馆去玩吗 我说 其实那边比较阴森 好嘞有一天 我大马华人朋友给我讲说 他说 之前四场街呢 也发生过 那个图书华的事 哇 我就觉得 有点挺恐怖的 其实你像印尼 在中国 在中国人眼中 你都在哪儿比较出名 巴厘岛 巴厘岛就相当于 泰国的普及岛 或曼谷 就特别特别出名 我就希望反正 哎 时间在发展 人类也在进步吧 我就希望这边 华人越来越好 而且其实这边 华人 因为跟本地人 相结合 有原因 你会发现 这边明显的华人 长得有那么 丢丢的 跟大家心目中的 华人有一点点 不一样 他那话比方 会更浓一些 然后甚至有些人 只会说福建话 或粤语 或一些 跟国语有些可能不会说 或者有些词 他们都不会讲 好吧 啰嗦了很多 我就希望 随着时间的发展 希望这边人民 越来越好吧 不管是华人 还是印尼人 和平 我们保护好 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过好我们自己的老板 老板姓事 事就行 不要参与任何 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事 人在座 天在看 希望大家越来越好 你们还说印尼排华 这不是找到个华人吗 哈哈 他这个很乖 还不太过 我跟他说了 十万了 四万 不是 十万 是这个十万的 我知道 四万 十万啊 十万 十万 嗯 不是十万 在这个老的唐人街 这儿 有一个 玄坛宫 它上面明明写的是 四点多已经干嘛 但是现在没有干 看到了吗 这里边除了写的 上边的中文之外 下边的红色的牌子 都是印尼本地的字 咱们的官邸 咱们的神庙 都已经国际化了 有求必应 我们现在来到了 这个庙的主店 吉祥 品安 健康 这个工具人员应该是印尼人 他会把那个烧完这个辣的香啊都会一夜拿走 我是第一次见到超大的香 你能看到吗 这个比人道大 超级大 幸福人员工作人员了 他现在要把那个香全部拿走 看着这个好辛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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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其实排华了那么多 但是我觉得它留下了一些中华传统文化 还是保留一些的 这个刚才看前面叫十安什么宫 然后现在我来到最边上这叫地藏王 里边还是跟马来西亚了 跟中国大陆有一些在设置上布局了 有一丢丢的不一样 地藏王菩萨恭喜发财 现在不得出来的 这个司令人说了不认识 好甜又牛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这个符纸上写的东西我都没有见过 东方贵人 北方贵人 还有南方贵人 不好意思 它上面有一个近代的公元1983年合影 其实来这个四面里边 我知道最大感受就是热 你看这种香 这种蜡烛 这么大一个 里边能不热吗 这种蜡烛 这边还有一个呢 来这看一看 金德院 要想上到金德院呢 还得把鞋脱了 脱完了才能往上走 它的位置在二楼 希望这次上来不要太热 正式进来之后呢 第一个先看到的是弥勒佛 然后再往里边走 又有朝皇爷 哇 里边又不放音乐了 一会我还要关闭 这里有太岁爷 这是二郎神 清水族盐 达摩 财神炎 大家最喜欢看的 齐天大圣 齐天大圣在这里 文昌帝 这里就是我们最喜欢看的财神炎 祝福我们财源光贵 这表是福德正神 这个圆是天尊 刚才有一处我拍了之后 我又关了 因为有人家那个 先备的一些照片 我觉得不好的黑白的 我有点害怕 所以把那个又删了 大爷二爷 地藏王菩萨 大家都会来这儿 做一些基板完之后 都会拿一些相应的东西 大哥 再见啊 谢谢你 拜拜 拜拜 让人家出国再见 因为这个时间点是下班高峰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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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